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啊 谁 很有名的主持人 你还知道啊 对对对 他是谁 嗯 嗯 好了我告诉你 我原谅你很久不在国内待了 这何炯是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主持人 这是徐珍啊 原来是很有名的 我以为他自己待过 人家是 好徐珍徐珍 国内票房最高的一个电影的导演 你看 记起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怪兽大学 那你觉得他们在干嘛呢 就是 拍电影吧 拍电影 不是不是不是 哎 是 哦 帮怪兽大学配音 对对对 怪兽大学其实是最近非常红的一部这个片子 但是呢 这个 谁来配音就很重要了 这两位的声音其实都很有特色的 Pixer I'm here 一走近位于旧金山的皮克斯总部 同心未敏的徐珍就彻底变成老顽童 不不期待地冲向自己所扮演的大毛怪 这哪是办公大楼啊 满目的动画明星和荧幕里的经典玩具 让徐珍高兴了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 这么多 他是玩具种动员一二的导演 这一次有幸被清点 徐珍这只大毛怪在导演面前可是打了十二分的鸡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吓到大家了 不好意思啊让一下 手机吓了经常这样的 这次细里心外盒许忠PK的正是内地综艺主持一哥何炯 电影里大眼载和毛怪从头到尾就吵个不停 逼得徐珍何炯不得不用声音过招 我知道 你是公主 我只是熊猫 妈 你在干嘛 你的爪子在我床上 你在舔我的无名指 才怪 你掉毛怎么不早说 我不掉毛 是吗 我找一张 我拿东西 我叫你 啊